大家好,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大家可以采用砍头或是栽芯的办法 来让多肉能够爆侧芽、爆窄 但是如果砍头和栽芯都达不到这个爆窄的目的 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那么答案当然是有的 今天再来教大家一个绝招 这个绝招我们不需要用任何的工具 只需要用手就可以了 就是掰你的多肉的叶片 怎么掰呢?不是直接掰掉 我们要注意最好就是把这个多肉的叶片往旁边 这样子给它掰一下 然后一定要注意轻轻的掰 不要用力 我们大概把这个叶片往旁边给它掰一掰 然后听到咔嚓一声 就像我刚刚那样 听到咔嚓一声 但是它这个生长点处于一个半年的状态 就是想断不断的样子就可以了 不要把它完全掰掉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后期就不要管它 把它这样放置好 然后这个时候一定不要让这个叶片 也就是伤口碰到水 以免会出现这个腐烂的现象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从它掰掉的这个地方 就能够爆出这个小侧芽来了 等到侧芽爆出来之后 大家要注意 也不能够把这个叶片直接给它掰掉 我们要让这个叶片自然的消耗 自然的枯萎脱落就可以了 那么在等待它长侧芽爆窄期间 大家要注意盆土的话要适量的补水 不能够干透时间太长 以免它缺水无法爆芽 当然在这个期间的话呢 还要给它适当的补肥来促进这个新芽的生长 那么补肥的话呢 大家用上这种多肉群营养的水龙肥就可以了 这种肥的话就比较方便 是比较适合多肉 是一种多肉专用型的肥料 然后将它稀释之后呢 直接灌根 那么这样盆土里面的肥也足了 血也足了 这个芽自然就能够爆出来了 所以如果多肉砍头和栽心都不爆芽的话呢 大家就可以再用这个掰叶子的办法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